通常救護車要送這些病患到醫院都是十萬火急 但是遇到這輛轎車 說停就停 而且不斷按喇叭提醒 也沒有用 救護車一路鳴笛 前方一輛轎車的車速卻越來越慢 救護車駕駛開始按喇叭 失意要對方讓路 來到了一處路口 轎車停下來等紅燈 不管救護車的鳴笛跟喇叭猛想 轎車連動都沒動 救護車還緊急廣播 然而擋路的轎車卻等到了綠燈才往前開 高雄前進消防分隊的救護車 9月15號晚上將近七點鐘時 再送一名疾病患者要趕往醫院急診 卻在途中被擋路 這個救護車被擋的事件 地點就發生在高雄領雅區的自強 以及這個新光路口的機車道上 救命分秒必爭 這輛救護車卻被擋了將近30秒 讓車上的救護員擠壞了 救護人員過程中 皆有開啟警示登記警報器 內視案件可能因紅燈或前方駕駛 一時疏忽已知擋到 會不會開罰 消防局表示如果病患家屬認為 因此延誤就醫 就會以車來追人 找出這名駕駛來瞭解原因 如果是故意不禮讓的行為 將會依法開罰3600元 並吊銷駕駛駛人駕照 消防局提醒用路人遇到救護車 要禮讓先行 讓救人的黃金時間不被耽誤 華視新聞邱君平許文藍高雄報導 警告 警告 contempl